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论语,杨霍篇二十节 汝碑遇见孔子,孔子此以机,将命者出户 取色而歌,使之温之 汝啊,和进入的入,是一个字,通常是指人,降生为入嘛 刚降生,就是如小孩儿,这里呢就是今天的话说就是青年,年轻的 悲,悲就是心里感觉伤感,心痛,和那个患啊,忧啊,怨啊,恶啊 这些所有都跟心有关系,心理活动,都是指我们真正自己啊,迷惑 称之为这些跟你心有关系的,就是啊,患啊,忧啊,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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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等吧 这里还有出来一个这个悲,悲呢,通常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和那些,当然了,心乱的程度不同,表现的不同 所以我们发明了这么多字,那么这个悲呢,就有一种同情,或者说,啊,沮丧啊,意思 那么在这里这个悲的意思呢,就是指抑郁 那么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抑郁症,啊 抑呢,就是指,啊,看到过去饭是想吃,那么想要的意思 见就是眼睛见的那个能收集到的信息 词呢,就是一次两次的词,一次两次的词呢,就是指人脑袋掉了啊 经历这一世,经历一死,称之为词 那么,恶武来这个词字也是,本身也有,就是说,看脑袋也要词 那么,这个词呢,当然是和那一个词条啊,这个词点啊,那个词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词呢,有一种论述的,所有的词放在一起,就叫这个词 那么,用单个字去解释呢,那怎么去相运嘛,就是,是言词的词 那么,这个言词的词呢,当然词就是多了嘛,所以词呢,也有去啊,词直啊,去啊,意思 那么,在这儿这个词呢,就是用语言去描述,称之为词 在后来,就是,有了文字发展,文字多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正规的语言 能写到,书简子上刻到鱼骨头,甲骨头,这个,这个,王八骨头上面的那些字呢,就叫做,也就是一段啊,也叫词 那么多,很多词嘛 在这儿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诊断,一声诊断嘛 公字诊断 鱼,鱼呢,就是,手提,手拿,基本上是提,或者手扶,叫鱼 鸡呢,鸡我们说过嘛,就是,从打猎的时候被剑射伤 后来演变成就是外伤危机 不管是被剑射伤的,还是被刀伤的,被,呃,器具啊,伤的,甚至刮蹭啊,摔倒啊,那么细菌侵入啊,感染啊 嗯,都叫做鸡,呃,所以外伤为鸡,内伤为病啊 那么在这里呢,呃,在空那个时候身上疾病已经不是区分的那么严格 因为我们今天才能明白,有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不是病,是鸡 比如说伤风感冒啊,呃,呃,身上长个截子啊,什么拔啊,什么,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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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仓啊,等等 那就是,其实也是鸡 但是在读古典的时候可能就认为是病,因为那时候我还看不到所谓的病毒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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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嘛 那么,孔子此以期呢,就是孔子啊,诊断,这是病啊 呵呵呵,抑郁也是病嘛 从某种程度上,今天我们知道就是叫这个,心理疾病,或者是说这个,精神病 那么,鸡呢,就是福啊,用手福成为鸡 那么在这说,这个地方这个鸡呢,就是用让,哎,或者扶着他,这个命者啊,命啊 那么我们说嘛,人,呃,灵,意,跟这个物质肉身断开相续 呃,在人世间的这一个过程,在物质世界这个过程,断开相续,人是来不到这个物质世界 那么,称之为命,那么这里是命者嘛,这个人嘛,就是说,这样,有这样症状的人 他,就是讲这,有这样症状的人,这个命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物质世界 嗯,断开相续,运动存在的这个过程呢,就说,有,嗯,就是这个人,他是这种状态 那么,就是这个人,嗯,这个,乳啊,乳背的人 粗,粗呢,就是把种子,麦子也好,刀也好,肚子也好,花生也好,从这个壳里头取出来,哎,称之为粗 所以叫粗子,啊,粗子,对粗啊,嗯,这里就是,因为人,对人来讲,从房子,从哪个地方,呃,出来,呃,就是显现的叫粗子,从房子出来,所以要粗,啊,户 其实呢,有,嗯, alerts 双事为门 单事为户 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分了 双事的是门 单事的也叫门 那么最早祖宗没有双事 只有礼拜可以弄个双事 这叫官场大 一般的进房间的门 祖宗那时候就是很简单 所以叫户 后来为了款好里外搬东西 所以叫门 那么所以呢 有户的建筑 那么就是房屋嘛 这就是说出了门 一样门户门户都一样的 是我单双的问题 咱现在我们都不分了 那么曲呢 手拿为曲 色呢就是一种乐器 能出声音 与耳的声音 其实呢 这也是跟那个颜色的色有关系 能出声音的色 那就是这个色 这个耳就是书头 在这 喝的意思 一样 书头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说 我说书头是耳 我一个伙计也问我 说你一天到晚 那讲这个 论语 那个耳 你是算是忘不了了 我说对呀 我讲我忘不了 你忘不了 我说还有 尤其是耳呢 也有和的意思嘛 为什么有和的意思 就是你头发整理开了 你还得把他再拢一起吧 所以也有和的 当然有相反的意思 那么在这呢 和就没有 都无所谓 或者说那么取了 然后的意思 接着做的意思嘛 都可以 没有意思 也可以 主要的不是耳 而是后面这个歌 歌是什么 就是说 发出这个声音 高兴 而出声 称之为歌 当然了 我们不高兴 也能歌叫悲歌嘛 所以我们 祖宗呢 也是 通常最早就是指高兴了 后来为了寄托一种情绪 也许是哀思呢 那个 背的时候也唱歌 或许就是从这来的 背歌背歌来的啊 我们去考究 大家去考一考 使呢 就是在路上去赶 牛马的车 拉着肚料横 给大家去 服务 我也有 使或者有管理的意思 让的意思等等 这里就是让 这个第一个 知呢 就是指这个 乳 小孩 那么 温知 就是指这个歌 温呢 就是指 耳朵 能 感知到的信息 称之为 文 当然了 后来 祖宗也发现 鼻子也有文的功能 也能感知到信息 他也叫文 后来也秀吧 都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他有耳朵 但是今天更多的是鼻子 闻一闻 那就是鼻子的事 这个无所谓 这就是闻呢 就是指让他感知到 让耳朵感知到 实际上就是让他感知到 那么声音能看见也行 所以祖宗也很有意思 我们中国的所有佛教 还有观音菩萨 声音能看 所以不光声音能闻 叫鼻子可能都闻到 这就是说祖宗的一种 感悟吧 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能表现出了孔子 在前面跟大家说 讲过吗 就是所谓的 这个 污啊 在这也是污 污者一 那么 那么 孔子呢 其实他的造语 不仅仅是在这个 做人 主要是论语讲做人嘛 那么 在这个生物学 植物学 甚至于 妇科 生海稳 那么 医学啊 怎么去 污啊 给人去做 治病 那么在这是 具体的一个例子 今天也就是说 用我们今天的话 讲讲 就是孔子 还是一个心理医生 一般的人呢 说以前读东西 有一个孩子 一天到晚 也不跟人说话 沮丧着个脸 也没点高兴气 就是今天所谓抑郁症 当然了 今天得抑郁症的人 很多 特别是孩子 因为什么 不爽嘛 或者是他有所感悟 那都不一定 那么一般的家长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背嘛 就是一个孩子啊 年轻人得了这个抑郁症 就想去见孔子 孔子见了以后呢 就说啊 这孩子呢 是一得了一种病 这个病呢 就是抑郁症 那么需要去 大家多关心 多关怀 那怎么去关心 关怀呢 就把这个孩子 扶着 出到这个 屋子 人家见可能在屋子里头嘛 扶出户外 过这个门 然后呢 加起这个色 琴也好 色也好 喇叭也好 二胡也好 反正这种乐器 唱歌 高兴嘛 那么为什么 使指问之 让他听 多听 多闻 这样的 高兴的这个歌曲 慢慢把这个抑郁啊 给他赶走 让他知道 生命不仅仅 有悲 还有歌 还有快乐的事情 其实人到这个世界当中 本身 有的人说是苦短 苦啊 人生苦 那是 说一说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无所谓苦又不苦 就应该发生这样 那我苦 别人 那也一样的呀 那别人也苦 那为什么就说我苦 实际上 我们要有一个 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待生活 没有苦啊 哪有苦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承担这些 事情的呀 我们就是要承受 比如说 那么我们啊 想快 那就发明了汽车 你光有汽车 那不会碰撞的嘛 出车祸的嘛 出车祸是应该的呀 那有什么苦啊 那那那别人出车祸 应该呢 我出车祸也应该 为什么啊 好多人都是一种 怎么说呢 说白了还是自私吧 我出车祸都是 苍天不恭 就是苦啊 你看看 如何如何 身体上都一样 这就应该发生了 条件成熟了 那就该出车祸啊 那有什么呢 别人出应该 我们出当然也应该的 这有什么苦不苦的 我们要不你就别快啊 有人说 我在大街上都要汽车祸了 那一样呢 那别人想快啊 我们生活在这个发现当中 我们也承担啊 那不光我们 那别人可能也是啊 车有失控的时候嘛 碰到什么 我们都 所谓的顺其自然 随于远而安 碰着就碰着 我们应该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体现出来 那么保持保有一颗啊 正心 也叫中庸心 也就是说 公正平等心 我被创了 我不去讹人家 那么我被创了 你不造成损失 那当然你要承担的吧 对吧 但是也不能说去讹人家 因为本来就很 很小一点 哦 一放大 所以这种事情 大家都有个体会 那么在这呢 多说一点 那么实际上呢 这就是说 孔子呢 给一个有抑郁症的少年呢 一种治疗的方法 并且他也知道 这个孩子是抑郁 悲嘛 或许他是自己在选择 看到这个时间 好多人 看着是人 披着人皮 有个人形肉身 那么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所以说同情嘛 所以就是不会感觉很可怜 那么就是会受牙抑 受抑郁 那么孔子呢 还逗着 觉得高兴 觉得开心 慢慢的呢 让他和正常人的一样 说他觉得牙抑抑郁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